北京时间下午14点,国乔混双冠军突然宣布要离队 小早刘诗文痛心,国乔总教头刘国梁汉氏王牌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来和大家聊聊这件事 众所周知,国乔大部队目前已齐聚北京 为新一轮的奥运周期做备战 而回顾过去的一个奥运周期 国乔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出色 特别是在2021年,这一年比赛日成牌的满满当当 国乔也出征了很多国际比赛 比如东京奥运会,休斯顿士拼赛,首届世界杯决赛 以及斯洛文尼亚的WTT挑战赛等等 国乔也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自己的优势 捍卫了国乔的荣耀,并获得了一个又一个金牌 这足以说明,目前国乔在世界拼盘的地位真的不可动摇 不过国乔之所以可以一直保持着这种强大的核心竞争力 是因为我们国乔队内部整体实力比较强 这些代表我国乔出征的运动员 估计大家看到的就是那几个人 不过,当国乔大部队开始集训的时候 你将会看到一支庞大的队伍 其实国乔后备人才库是很强大的 正是因为国乔后备人才库强大 内部的竞争非常激烈 从而形成了良性的竞争和循环 而这些能够脱颖而出的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 他们都是一些优中选优的拔尖者 正是因为国乔内部面临的竞争压力比较大 这种内部的竞争范围刺激着他们不断的成长和努力 因此才有了一个又一个的世界冠军 由此可见 这种良性的竞争环境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在进入了新的奥运周期后 国乔就需要继续延续这种传统优势 因为国乔不仅需要这些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 还需要国乔内部的一些其他新人和老将 用他们的实力和经验去冲击这些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 向他们不断施加压力 只有他们感受到这种压力 他们才会不断地逼迫自己向着更高的荣誉冲击 总的来说 这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这也是刘国梁最愿意看到的一幕 这件事也将在1月下旬的WPP澳门冠军赛上得到证实 在这个比赛中 国乔将有很多老将和新人都会参加 此次很多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都悉数入围了 因为这个比赛大部分都是我们中国的选手 含金量也很足 谁能通过这样的比赛获得冠军 肯定能提升他在刘国梁心目中的一个位置 可就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 国乔的一位混双冠军选手 却突然通过社交平台 宣布自己正式决定退出国乔和国家队 是谁呢 那就是现年28岁的马特 众所周知 马特也算是国乔的一位老将了 在这几年的发展中 他也是兢兢业业 可是由于他属于一个销球手 这个技战术相对来说有点单一 在国乔这种世界冠军级的大队伍中 他并不能脱颖而出 因此 他也一直没有机会代表国乔参加一些大型比赛 在国乔中的角色一直是陪练和假想敌 主要是模拟一下世界各国的一些销球手 从而成为国乔一些混双组合的陪练 比如许心与刘诗文的新闻组合 他们之前一段时间之所以能够保持火热状态 综合实力能够得到全面的提升 正是因为马特和刘斐的混双组合 他们给了许心刘诗文很大的压力 不断刺激着许心刘诗文向更高的目标进攻 一点也不敢懈怠 然而现在随着马特宣布退出国家队 这对国乔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对许心刘诗文来说 也是一件非常痛心的事情 不过相信刘国梁接下来会采取相关措施 为国乔创造更多的混双王牌组合 让这些混双之间形成更加激烈的竞争 彼此互相刺激对方不断前进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次见